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用到的晋升武器名字叫做水晶宝珠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它的外观特别像某部动画片一样 介绍完武器之后我们正式回到视频解说 看一下感染体们已经把一个生存点给解决掉了 场上的话是五五分的感觉 一半感染体一半人类 这个时候的话就要寻找一个安全的生存点 在我寻找安全的生存点的时候 发现一个妖机半路杀出一个成妖机 又发现一个红布拉机敲哒哒的尾随过来 我们先利用一个转角甲动作把它晃了过去 结果还是掉了一件马甲 又是一个转角玉大 还好这个成妖机它是挂机状态的 不然刚刚就有点尴尬了 紧接着启动超级变化形态 我们的双刃白猫驴上线 把这个红布拉机给干趴下 之后顺手解决掉之前挂机的成妖机 然后看一下时间 还有接近不到最后的20秒钟 场上还剩下我一个双刃白猫驴 还有8个感染体存活 我们先利用地形优势守住这个虎门关 拿一个杀一个 再利用我们的身法 把这些感染体全部给骗下去 紧接着直溜的一下又飞回来 顺手还解决掉一个感染体 这些玩家也是完全懵逼的状态 被我骗过来骗过去 我也是毫无压力的生存到了最后 真的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无敌是多么寂寞 那么我们继续来到下一回合 开局发现远处有一个感染体 把目标好像锁定在了我的身上 果断点燃我们的祝传BGM 祝传250身法上线 在我的BGM当中 没人能打败我 这个利不拉机和我尬起了五来 我可是尬五的一哥 如果没有这个终结者的帮忙 我保证要把这个利不拉机给尬死 那么我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继续说回正题 给大家介绍我手中的这把武器 这把迷你手枪从外观看 特别像是缩小版的佐伦手枪 然后它换子弹的速度 子弹的威力等等表现都一般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对感染体的压制能力非常的强 那么介绍完武器之后 我们继续回到书评解说 场上还剩下两个人类玩家 发现一个腰机向我扑面而来 一个假动作把它给晃下去 这个时候发现我们的队友选择和我抱团 他在前面当肉盾 我就在后面火力输出帮他打掩护 最后还是难得守住这个聚载点 被感染体突破了这个防线 我们一个假动作把这个腰机给晃下去 然后又是一个假动作就绪 把这两个感染体又是给晃下去 就是抓不着 气不气 发现这个时候也是弹药解禁 过断启动我们的超级变化形态 我们的斧头帮女神上线 顺手把这个陈妖姬给解决掉 然后又是一个宝贝把它给干趴下 又是一个假动作 把这个异性终结者又给骗下去啊 紧接着来一个快刀斩乱吗 来一个干趴下一个 完全是没有一点压力 发现一个打着王八军体权的绿布垃圾 我看你还 你 这他喵的怎么又成了三秒蓝 那么看到这里的话 也是接近了本期视频的解说尾声 结尾给大家带来一小段直播完的游戏视频 喜欢的玩家不要忘记点播关注咯 我是DJ哥 我们下期解说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哎我把他刀掉了 结果自己被抓了 这个好难刀人啊 真的难刀 清刀灰了半天 这完全就是 杀了一个队友啊 保护我的敌人 痛击我的队友 有人看到我了 好像 但是也没什么卵用 看到我了又怎样 哎呦老油条 你有本事躲在这个地方 看我等一下抓了你 完全没脾气 还不知道谁抓了他 他可能 肯定以为是底下的人抓了他 哎这里一个 这里有一个兄弟 我想偷一下他的 没有偷到 surprise motherfucker 人头留得可以的 转过来 转过来 谢谢 转过来 转过来